记者红素金棕和报道夏宇和瘦身有成 图记者 助摄影夏宇和演活八点当恶女 而后又在实习一斗阁中演出女医师 被封最美女一爆红 近日加三立八点当一家团圆演出汤圆家族的小妹 戏份中的她正在剧里对付渣男 戏外夏宇和努力剑瘦身 昨晚夏宇和晒出体重激躁 而上面显示出41斤 夏宇和笑说 十年没有这个体重了吧 夏宇和剧演出大学生到毕业成了职场的新线人 没想到练就爱上渣男 惨被骗财骗色 还被带到正公家 为了角色 夏宇和时不时瘦身 没想到却瘦成人 巅峰 昨晚晒出体重 竟然才41.85公斤 让夏宇和不可信的说 嗯 十年来没有这个体重了吧 夏宇和瘦身 成 才41公斤 图记者杨柱摄影日前 夏宇和也分享 网那求爱经验 夏宇和提到高中时期叛逆 爱交 朋友 还跟男友离家出走两个礼拜 我妈还较争 摄根我 很怕我未婚怀孕 夏宇和妈妈为了断下 和桃花 甚至逼迫移民没收护照 这让夏宇和阳 伤害自己 最后还闹到新加坡当地警察和社工介入 经过一番功夫才解决这场家庭革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对付宇和提供